大家好 我是黃家瑋 歡迎收看今週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現代人平均壽命不斷延長 加上少子化 養兒防老的觀念過時 因此隨著人口結構快速轉變 簡單來說 退休後的生活 對每個人來說挑戰是越來越大 也就是退休後的時間拉長了 但能給你幫助的 可能只能靠自己 如果從經濟角度來看 到底要存多少錢才能夠安穩退休 五百萬 一千萬 還是兩千萬 每個人答案都不一樣 但有一個趨勢肯定一樣 就是受到的通膨影響 每個人退休後所需要的生活費 逐年不斷地提高 那麼今天我們從經週刊獨家專訪 這一位三十年不敗金律的發明人 來看看什麼是所謂 百分之四超完美的退休法則 接下來看到這位專家 他叫做威廉班根 雖然是航太專業 但他早在三十年前 從歷史數據來分析 提出所謂的百分之四法則 讓人可以支應三十年後的退休生活 不過他認為目前高通膨是所謂 退休族的重大威脅 因此提出了五大應變 包含在短期內最好要保守消費 而每年投資組合提領的金額 可以微降零點二個百分點 而下面再來看到能夠善用高配息的投資標的 股票的部位大概佔百分之五十五左右 另外他戲稱要感謝美國聯準會 讓大家可以輕易地從政府的公債中 賺到高額的利潤 因此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請教金周刊的記者黃偉博了 請教您百分之四超完美法則 主要內涵是什麼 歷經了三十年過後 應該做什麼樣的調整 他所謂最糟糕的退休時刻 卻是最棒的理財時機 我們應該如何解讀呢 好的 所謂的四趴法則是由威廉班根 於一九九四年所提出的 退休提領經驗法則 意思是指說在退休之前能夠打造一個 一邊滾錢一邊領錢的投資組合 在退休之後呢 也可以從這個投資組合裝 每年固定提領百分之四 來支應生活的開銷 其實根據班根的計算 這麼做是可以維持三十年的退休生活 不過呢 根據經濟的變化呢 其實班根也有做過微調 在二零零六年的時候 他也嘗試過改變投資組合 然後在其中加入了小型股的比例 然後讓這個體領域的成功 可以拉上百分之四點七 然而過三十年後呢 我們曉得今年經歷了高通膨 高利率的挑戰 使得退休族的生活支出提高了 以至於退休資產組合中的 其滾錢能力受到影響 因此班根也提出建議 盡量保持自己的儲蓄 以及下調體領域百分之零點二 達到四點五%的因應這樣生活情況 好 不論到底要有多少錢 才能夠安心退休 如何穩健投資持續有報酬 更是關鍵 傳統市場上認為年輕時 應該要把這個股票比例拉高 而年紀越大的時候 債券比例就應該拉高 主要是這個股票的波動大 風險也比較高 但有財經專家認為 關鍵不是股債的比例 更重要是所謂的曝銜比例 而接下來我們就要再請教韋伯了 百分之四的報酬率 其實也不容易年年都做到 威廉班根他所提出 大約是股六債四 那台灣大部分傳統反而相信 認為年紀越大才退休 債券配置就要越多 但這個想法不一定是對的 財經專家是怎麼樣給我們建議的呢 韋伯 是的 在退休之後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所持能夠承受的風險能力就會越小 但單純只增加債券的比例呢 其實很容易會導致資產的成長性喪失 因此呢可能透過增加了 定存或現金的一些配置 來降低資產的風險 但股債呢依舊還是要維持各百分之五十 來可以維持說部分呢 資產的維持成長 也還有同時呢 也可以降低波動的風險 才能達到資產配置中 就是要能夠一直不斷的 創造現金流的一個效果 是 韋伯 您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什麼叫做這個 也就是最差的這個退休時期 反而是最佳的投資時刻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OK 我們曉得說 就是近一年來 聯準會在激烈升起之下 我們確實看到了股票 跟債券資產有明顯著的下跌 那不過換個角度來說 債券的殖利率確實也提高了 那今年一度也可能達到五%的水準 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布局機會 那因此班根他也提到說 就是相較於過去兩次的熊市來講 今年的熊市反倒是比較舒服的 原因就在於說 可能就是能夠找到這個四到五%的資產 然後這個資產相對為重視 股票是比較小的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可能在美債殖利率上升 對於提領率能夠維持四%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作用 好的 謝謝韋伯 您今天的分享 以上就是本期金州最前線 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